被告薛西罰諷 被控在瘟疫期間謀殺了異鄉人罪名成立 罰甚麼好? 罰他不停推倒朱文 但朱文是推不到大家起身的 這件事很沒意義 但我們必須想像薛西罰諷是快樂的 午夜廣場,哲學有繼傾 主題是《瘟疫中的異鄉人》 我們會談談卡妙的小說和哲學思想 疫情期間一定要看 詞曲 李宗盛